如何在HP Color LaserJet Pro 打印机系列上设置扫描到SharePoint? 可以使用扫描到SharePoint功能从打印机扫描文档,无需扫描软件, 然后直接将其发送到SharePoint账户。 注意,确保已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设置SharePoint路径目标。 使用SharePoint路径创建SharePoint QuickSet, 或者使用HP账户仪表板为SharePoint设置扫描目标。 可以通过访问打印机嵌入式Web服务器,简称EWS,设置扫描到SharePoint功能。 要访问EWS,请从打印机控制面板选择菜单选项。 滚动到信息选项,然后选择它。 从菜单中选择连接选项。 在连接菜单中选择WiFi部分,然后打印或记下IP地址。 打开Web浏览器,在URL搜索字段中输入IP地址, 然后按Enter打开嵌入式Web服务器。 如果提示该连接不是专用连接或者访问该网站可能不安全, 请选择该选项以继续操作或继续访问网站。 访问该网站不会对您的电脑造成危害。 展开窗口左侧的扫描菜单,然后选择扫描到SharePoint选项。 如果出现提示,请在字段中输入密码或PIN,然后选择登录。 选中文件名字段,然后输入要在扫描时显示的默认文件名。 单击文件名前缀下拉菜单,然后选择文件名前缀。 在文件名前面自动添加日期、时间或用户名。 使用文件名预览字段查看带前缀的名称。 单击文件名后缀下拉菜单,然后选择文件名后缀。 在文件名后面自动添加日期、时间或用户名。 使用文件名预览字段查看带后缀的名称。 使用下拉菜单调整默认设置,其中包括面数、原始尺寸、分辨率、内容类型和颜色模式。 使用更亮、更暗、滑快条,提高或降低输出扫描的亮度。 从最常用文件类型的下拉菜单中,选择默认文件类型。 可以选择JPEG、PDF、PDFA和TIFF。 单击文件质量下拉菜单,然后从列表中选择文件质量选项。 切换以启用以下任意开关。 文件类型用户可编辑,允许用户编辑文件类型字段。 文件名用户可编辑,允许用户编辑文件名字段。 如果选择PDF作为文件类型,则PDF加密可用。 启用该选项可在保存或发送PDF时使用密码对文件进行加密。 如果选择PDF作为文件类型,则高压缩可用。 启用该选项可自动压缩PDF文件,以缩小文件尺寸。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使用控制面板上的扫描到SharePoint功能时,现在默认设置将保存并可供用户查看。 更多有用视频,尽在HP Support YouTube 频道。